一场车祸天人有隔 昨天深夜11点多 一辆风源客运行经学士路 左转英才路的时候 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一家三口 其中30岁的太太 跟婴儿车里头一岁的儿子 被公车撞飞 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一抢救仍然是回天乏术 而伊拉克籍的爸爸则是受到了轻伤 他质疑当时公车转弯的速度飞快 怎么样都没有想到 走在斑马线上还会被冲撞 而下午肇事司机前往医院 向家属下跪道歉 讯后裁定十万块钱交保 交通局也对业者风源客运 开出了七万五千元的法单 对不起 肇事公车司机不仅下跪四度磕头 口中也频频向死者父亲道歉 只是再多的对不起 都已经无法挽回宝贝女儿和孙子 痛失至爱伊拉克捷先生也难掩悲痛 无法接受全家人只是买个宵夜 却从此天人永隔 先生难过表示当时是绿灯 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 却还是发生悲剧 时间回到二七号晚间十一点多 对象车辆行车记录器拍下车祸瞬间 公车左转过程 下一秒就撞上行人 根据目击民众表示 整个婴儿车被撞到支离破碎 疑似公车速度真的很快 撞击力道才会如此猛烈 可能是因为这边太过困难 然后公车司机他过来之后 他也没有稍微减速 可能就直接上去了 当时一家三口走在斑马线上 同向公车左转 直接撞上行人 妻子和婴儿车被撞飞 母子送医抢救不治 这一起车祸曝光后 不少台中网友表示 这个车牌号码公车 经常出现违规行为 但经过业者确认 是同车不同人 招式驾驶讯后 被裁定十万元交保 交通局也对业者风云客运 开出七万五千元的罚单 详细车祸的招式责任 有待警方釐清 接着我先讯王一璋 台中报道 追踪这起相当不幸的车祸 这段异国婚姻 夫妻两是在 中国医药大学求学认识 而妻子更是以硕士 第一名的好成绩毕业 最大的心愿 就是梦想可以开药膏工厂 两个人结婚四年多 在去年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 而死者在家中排行老妖 上头还有个重度生长的哥哥 妈妈跟姐姐则是相继过世 没有想到这回遭逢不幸 市长卢秀燕也前往慰问 死者的父亲就落泪痛批说 台中的交通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爸爸一夜痛失 女儿和外孙 看到市长卢秀燕 亲自来慰问 所有伤心情绪 再也压力不住 瞬间哭到气不成声 在台中补习班 教授的伊拉克及女婿 同时间七儿双亡 承受极大痛苦 多次厌面痛哭 妈妈市长感同身受 仅仅抱住李爸爸不断安抚 承诺一定会给出交代 李爸爸口中的好女儿 家中排行老妖 是等了好久才求来的 贴心又孝顺 上头还有一个重度伸张的哥哥要顾 妈妈和姐姐则是相继过世 但女儿很争气 不仅考上医学系 更是硕士第一名毕业 后来和同校认识的丈夫 结婚四年多 去年喜获林儿 最大心愿就是想开药膏工厂 老爸爸哭得老泪纵横 真的没想到命运捉弄人 前一晚通话 竟成了妇女俩的最后对话 以让农历年的团圆梦 被这辆公车狠狠撞碎 这一张世界台中唱歌 马路上竟然有熊 有网友分享 在南恒山区马路 拍到了黑熊狂奔躲车 国家公园以及保育协会 也证实有熊出没 推测是因为南恒天池到向阳路段 每周二四道路管制 少了人车干扰 才会让黑熊出没频繁 不过相关单位也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黑熊 请放慢车速 拍到影片也不要立刻流出 以免吸引大批的民众前来 影响生态 毛茸茸黑色身影 一路向前冲 黑熊像是吓到越跑越快 三步并两步沿着马路 拔腿狂奔 伸手矫健攀上护栏 没瞎子功夫 躲进草丛 驾驶实在又惊又喜 因为这已经不是 他在南恒公路 第一次见到熊出没 赶快通报相关单位 黑熊平凡出没 推测是因为南恒天池 向阳路段 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 道路管制 人车干扰大幅减少 黑熊出没 除了御山中央山脉 南恒也是活动范围 相关单位提醒 遇到黑熊放慢车速 如果拍到影片 最好一周不要流出 以免吸引民众造访 影响生态 警察小队他们也会 定期的来做 我们环境的一些巡查 避免一些不肖的猎人 或者会去打 打一些野生状物 跟一些保育类状物 行经难横意外捕捉黑熊身影 惊喜同时也别忘了 不要打扰 彼此尊重永续共存 记得高雄屏东综合报道 民进党九合一大选 败选的报告出炉了 那么现在呢 检讨小组听取各方意见之后 列出了包括像是疫情 通膨 黑金 兵役 还有论文抄袭等因素 都是造成了年轻 跟中间选票流失的关键 代理党主席陈其迈 还有检讨小组召集人郑文灿 在今天也亲自说明 败选原因 民意可以在州也可以复州 身为检讨小组召集人的 桃渊市长郑文灿 经过一个月的奔走 听取各方意见 总算完成民进党败选 检讨报告 很明显的选票有大幅的流失 特别是中间选民 以及年轻选民 这代表了民意的不满 那特别是在疫情 恶物战争通膨 林志堅市长论文事件 本案没有办法及时止血 没有办法设定停损点 对外公布的摘要版共3843字 里头大大小小归纳出30多个原因 不外乎跟疫情 黑金通膨还有论文抄袭风暴有关 党内留存的完整版更是多达上万字 检讨内容 巨细迷移 是否意味着抗中保台这块神主牌 不再灵验 那我想和平保台 确保台湾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兵役的检讨当然是国防改革的一部分 蔡总统昨天也选择了不回避 正面对决的一个态度 检讨对象不止对视 有时也对人 立委蔡宇先前点名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是战犯 如今蔡逸宇也对柯总召道歉了 一句没问题看似敏恩仇 而造成败选的因素归纳出炉 再来就看民进党如何检讨改进 再出发 记者林郑先生杨文豪台北报道